香港警方使出辣椒水 直往民众狂喷 反送中遍地开花 周六的光复上水游行 警民双方再度爆发 激烈冲突 抵挡不住港警的辣椒水攻势 示威民众措手不及 紧急撤退之余 发生推击 险象缓身 为了驱散人群 港警不断挥舞警棍 导致民众受伤 现场血迹斑斑 过程中一名香港妈妈 双膝跪地 恳求园警手下留情 却立刻被推开 不顾母亲苦苦哀求 港警凶狠地朝着民众 一路追打 场面几乎失控 是那些抗争者 其实在中国的抗争者 这些抗争者 这些抗争者 警察被拒绝了 抗争者抗争 警察被抗争 警察被抗争 的重申支持港警 对照入夜清场 以及白天的街头混战 港人的不满情绪 恐怕只会有增无减 散离新闻金属会报导